来到英超可以说最重要的一场,为什么呢? 其实贵尾很多场都很重要,对不对? 之前就说最重要的北伦敦打比,然后一会就说近年最重要的仙魔大战 很多很多事情,一场比一场重要 昨晚的一场周中补赛 为什么还要关乎到今季英超冠军 最后主导拳在哪个手上呢? 以及影响到形势就是这一场 热刺主场迎战曼城 曼城赛前排第二 因为阿仙奴在星期日那天再赢了曼联 升上去榜首,领先曼城就是一分 但阿仙奴会多踢一场 曼城有多一场在手,所以昨晚的宝赛又对着热刺 只要曼城赢得上榜首 就拿回主导拳,因为只剩下最后一轮就是英超 如果曼城有什么意欲,不要说输 和的话,就继续排第二 最后的主导拳在阿仙奴上 那就不同案发了,对不对? 所以这场球十分重要 热刺当然了 赛前大家都有很多花生炒了,都说很两难 究竟赢了什么? 老实说,形势上热刺 就因为随着维拉在之前那一晚 主场就和了利物浦 所以维拉现在赛前就是领先热刺五分 但热刺少一场 所以如果热刺要拿前四 即是下季欧联席位 他就必须在余下两场要赢完 还有就是駁维拉最后一场 输球 这样才可以 才可以押上去打前四 即是打欧联 看上去热刺有东西 有东西争的 欧联席位和欧联席位相差很远 足够的钱也相差很远 老实说,利维这么喜欢钱 那怎么会真的和你赢了 所以老实说,利新看了这场球 而且我敢说是没有赢了 球迷怎样的东西,不要理 一群花生球迷,甚至是尚尚二次 有部分而已 部分二次球迷怎样,不要理 别人喜欢怎样庆祝就怎样庆祝 理得别人而已 死敌的嘛 就是这样的 但问题是,场上的球员是没有赢的 亦都博信奈何,真是受不了 51分钟 曼城终于打破僵局了 当时在前场一次攻势 贝勒导师说,把球迷走 直线给迪布尼 迪布尼下底线 入禁局下底线 全中的地球 摊穿了门前的夏兰特 就轻轻松松撞四日网 迪布尼这个球,VR看回 没有月位的 之后再看慢镜 没有月位的,刚刚没有平牌 曼城打开纪录 打开纪录就舒服点了 接着去到保时阶段 其实89分钟左右 曼城便盘着 后面进来的杜鼓 一次一接应 科顿在右边 都挺漂亮的 全中 转边的全中 大赤角打开 让杜鼓一拿 推进去 进了禁区一叫环 就被波罗帕图普路 就击跌 球证直指12码 12码点 12码就是哈兰特 当然是夏兰主席 应声入网2-0 这场球2-0 最终曼城2-0 赢了二次作客 成功全取三分 就升回上榜手 二次也因为输了这场球 正式宣布无缘下跪欧联 只是踢欧霸 现在维拉呢 就踢什么了 就进了欧联 已经设定 拿到前四位了 下跪 维拉会踢欧联 就是 所以下跪欧联 都已经定了 就是 曼城、阿仙奴、利物浦和维拉 这四队就拿到了 曼城这场球赢 可以说 真是辛苦的 但是总算拿回真冠的主导拳 剩下最后一段时间 就是为免身份 拿回最后的主导拳 可以说就是 好 那先看看双方的阵容 主队的二次 澳普 澳洲肥普 普斯迪加鲁 排一个 4-3-3的阵式 路门 就是维卡利奥 后方又幼智左 帕图普路 罗美路 达古申 和云迪雲 用云迪雲 用云迪雲打个左闸 三个中场 奔坦古 二次 Gary Lee 尼堡 还有沙瓦 前面三三击 右边 班园 左边 杨瓦 中间 哎呀 麦迪雲 那边的伤 曼城 左下的曼城 哥迪奥拿 排个4-2-3-1 魯曼泽埃达达达达达 后方又幼智左 基尔获加 艾简志 努斌达厦斯 和加华道 防中就是高华锡 拍着洛迪 三个中央中场 佩拿道斯华 迪布尼 和科顿 精箭头 夏兰 夏兰 看看二次的后备席 老实说 真的都有一堆双兵 那些都出不了 所以 比苏玛 比苏玛 最新的双兵 就已经 最后两场都看不到 双列了 所以今场方才要出 二次Garry Lee 后面有什么人 史劫 艾马辰 阿嬌 古佬 Scarlett 跟着 盧斯素 这些 本身都经常见到的球员 亦都加上什么大 number 59号的 米奇莫雅 73号的 泰里斯河尔 这些小医生 这个米奇莫雅 16岁 有份出场 后面 到保持阶段的时间 原场前有份出场 就是 16岁 这个前锋 另一边 曼城那边 他的后备值有什么 有杜古 艾华利斯 马德奥仙 紐尼斯 Rico Lewis 后备龙门奥迪加 Bob 史东斯 基利鼠 艾基 神经 你对比后备值的阵容 升尾 和你二次比 完全两班球 上半场 上半场 即是踢下去 一开始 双方 开始陷入 加不着状态 那 今场 二次 刚才所说 他们是 真的拼尽无悔 就是 尽力踢 已经尽做了 今场 OPPO明显 在前面 是有些 在阵容上 有些改变 就是看到 之前的问题 有些改变 后方 近期 左杂的 乌道治 奔达维斯 出不了 还没出到 奔达维斯 还没出到 奔达维斯 又出不了 所以呢 就是 去到 今场 就用了 云迪云 荷兰的后卫 可以踢中坚 可以踢左杂 高带得来 有速度 就去打左杂 塞回 中间 出了 罗马尼亚的年轻人 因为早几场 你看到 无论是奔达维斯 也好 基本上 左杂的位置 真是搞不定 被人 每次都 有很多脱漏 像是不习惯 所以先用弘迪云 塞回 前场 就是 用阿森 打左边 Johnson 打右边 反而中间 就让路 后上了 不一定是麦迪神 甚至是沙亚 甚至是奔坦鼓 首先说一下后防 后防 今场帮 二次的布防 有点有趣 就是 基本上是不打杂 上半场真的好像不打杂 一队杂就收回中间 变了四中间 塞在里面 两边路是放给你曼城 尤其是防线阻路 几次被曼城劏酸的位置 这个你可以说 是真的冒险 绝对没有很大的危险 因为很多时候 曼城 特别 寄业获家 寄业获家 几次 当然有一次 你说他会越位 但有两次 都是可以成功拿到 波 那 这个其实 你看到了 放弃边路 集中在防守 就是说 我给你全中 我中间都够人 但其实真的没有很大的危险 很大风险 他大佬 两边全中出来 没有人知道 没有人预计到 还有 可能 或者奥普觉得 既然是这样 找雲迪雲 虽然是 他都可以踢左门 但是 这样的 可能也未必 撑得住曼城 不如倒不如 集中人手 在中间 再加上防中 比如 噴炭股 虚尔宝 这些 经常回来 所以 形成 中间有很多人 但是 边路 永远都放了空位 但你又不要说 这样 其实上半场 很大部分时间 都是令到 曼城 有些触手无策 进攻 边路 他推上去的时间 好了 就是 曼城 中间 不足够接应 而且 高球的话 热刺又不输赤 虎身和罗美佬 这些不怕你 所以 令到 上半场 还可以保持不失 不过 其实 曼城 去到 上半场 后段 逐渐找到 破绽 进攻方面 以此今场波 正如所说 两个前锋 分别叉开两边 留下中间位 给后上的进攻球员 阿新老实说 踢左边 是好一点的 好过去踢中间 踢中间 在威胁度 起码他也先扔了 多球上去 没有前几场 踢中间的时候 那么辛苦 那奈何呢 你这样 后上 被后上上去 不是不行 但问题是 你那些中场 是否可以做到这样 就另一回事了 麦迪神当然可以 但麦迪神 今场波很多时候 是堕后转炮的 就是回到中后 转炮 负责 要这样的 那你又不可以 车望他 后场又 转上来 长期转上来 麦迪神不是这种 你这种 你是要什么 以前 阿仙奴法比 或者车仔 林伯 那类型 或者现在 现在的车仔 譬如 江南加力茶 那些 有体力 扔上来 那些 你又可以这样做 但问题 你知虚而保 你知奔炭股 生啊 不是不行 但是 埋门质素 那一刻 就很明显 真的不行 所以这些 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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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 他们在中前场 迫都迫得挺紧的 迫得挺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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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一度是令到 麦成真的 触手无策 触手无策的 但是 只不过真的 把握力 始终欠缺了一个 如果你说Ritchie不是伤 可能这个位置就是Ritchie 中间 不可以说 这也是因为 你伤兵 那些问题 没有人 你才会这样摆 但是 上半场 二次来说 看得不差 绝对不差 也一直觉得 曼成有机会 这场球 好了 曼成那边 上半场 真的 不知道是什么 始终有点压力 对不对 尽管去到最后直路的时间 有些球员表现是有点失准的 迪布尼如是 科顿如是 甚至乎 夏兰的上半场都比较偏静的 如果你说上半场来说 曼成 很多时候 你看到全球 又在前场 全失了球 又有 甚至后场被人烤掉 也不是没试过 就是 很多时候 很多东西盗在盗面 给球都失离 你叫老品打尸 猜回来 霍家冲了上去 大家好像没有密契 全球出界了 洛迪回到哪里 然后不知道 这边 譬如嘉华道也是 尺寸又差点 又差点 很多这些 很多这些情况 你看到曼成平时是很少的 你想想 曼成 这些能力一直出名 控球全球 这些 撒家 但是上半场的踢到 真的是完全水准以下 真的看到整群球员不信 迪布尼也是 上半场当然 但是曼成始终有他的质素 有他的入球机会 虽然 上半场甚至乎整场球 二次的射门机会 比曼成 但是 有威胁的曼成 是有威胁的 真的有威胁的 上半场 科顿的球 1on1 近射 维卡利尔很快反应 单手救出 这一个 还有 你上半场曼成 一不断去尝试 找二次后防的破坏 见到你了 放哪里出来 试过哪里 咦? 斩出来又不行 按出来 试过按出来 12码点 很典型曼成的进攻 三角形 到三角形 进攻 但是又是什么 又是被二次 很多时候 在十二码点 包回到 好了 尝试什么呢? 去到中段的时间 尝试在中路上去 尝试用直线 过头波 打算劏穿 二次防线 但是又不是很可行 又不是很可行 又不是很可行 也不是很可行 夏琳特 亚智兵想走 谁知道过不了 罗美罗 或者达古山 甚至西堡 这些 你捕来地球也好 过头波也好 都试过了 都是不行 但是去到后半段的时间 去到后半段的时间 逐渐找到的位置 就是 中间的位置 始终找到中间的空间 就是那些 逐渐找到 弹两弹 这样的变速弹进去 不过 上半程始终还是一个常试阶段 所以 曼城也很有耐性 这队波是很有耐性的 不会跟你急 尽量控球在脚 慢慢去 用观察力去 如何去找到空位的破绽 而去 打穿你二次的防线 所以上半场也是0比0 也很合理 好了 下半场 下半场 正如说 上半场的尾段 曼城开始找到破绽位 下半场当然跟你来 而二次下半场明显 把防线拉幅一点 没有在哪里给你这么多位 其实这样形成了中间多了空位 也对曼城去用 结果 入球 正正就是 佩罗斯华一个战则 不多不少 也算是有些 是 阿拉伯在禁区里面 即是 不是盡量 不是边路的位置 已经被迪奔尼那一刻插进去 而且还刚刚没有越位 这样传出来给夏兰特射 这个波也是 看到曼城的配合 就是典型曼城式的入球 这些也是 这些都是 打开僵局 51分钟的时间 打开僵局之后 其实 你以为是什么呢 其实曼城 也不是稳定的 因为 好了 之后怎么踢呢 即是大家在想 哥迪奥拿 控住来踢 还是怎么 你不要管 首先热刺先盖上来 先盖上来进攻 换入股脑 之后收起一个中场 收起分坦股 其实进来之后 之后你见到 热刺的攻势 真是一浪接一浪 一浪接一浪 就是 今场波热刺落后之下 加强进攻 是很有威胁的 很有威胁的 就是 令到曼城 其实后防也挺风声学累的 当然 艾达神双出 被罗美露撞伤 那样 换入奥迪加 想着再加上 迪布尼又双出 即是一起换出 那时候就受伤 想着 曼城牙烟 但是奥迪加表现身价 这个后备路门 这个后备路门很稳定的 之前试过出过 已经看到了 二次攻势 当然多 但是问题 把握力那一句 差点 奥迪加先救出 这个古佬的球 射穿大小的 古佬差点 幸好奥迪加 一坐下去 刚坐正落 不用输 这个球封了位 尽量封了 接着 封了这个球 才精彩了 奥迪加 现在的特性 封了这个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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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 曼城的炸弹 后防多炸弹 就是封了这个球 那球有什么理由 你在做梦 而被人偷走 而封了这个球 封了这个球 就是长驱直进 封了这个球 比较合的 是封了 幸好你现在的封了 封了这个球 只是下 field 但也要给奥迪加封的位置真的有点像 世界杯决赛马天尼斯大快活息的封球 有点像的,所以这个球既得漂亮,封得漂亮 挡回来,不至于堕塞 接着拼上十元马,下轮射入 到后半段的时间换入道股 一来迪布尼的受伤,二来 导股换入来其实也对,因为二次压前就对导股发挥 打反击,打阵地线导股就不妨出他 打反击就不妨可以出他 结果就给大家看到他的作用 博多塞完马一球就是他,一挖挖挖过他 那个变速就弄得波罗一下就弄不成 那就踢了他 哥特奥拿的调动,在某程度上也算是 迪布尼出不了那怎么办? 倒鼓也行 起码这场球就告诉你,真是调动得宜 还有曼城一直踢进去的质素和耐性去猜 如何去找破绽 亦都说明这场球的胜负关键 二次没办法,前面差个人 阿新不再状态 阿新真的自从亚洲杯回来之后 没了,倒了,倒得很厉害 据不回来 加上前面又不够人 所以没办法,这场球输了也都输了欧联食位 但是二次老实说,以他们今季的人脚和奥普新来到 另一套不同的踢法和之前的两任领队不同的踢法 其实已经算是很不错的成绩了 再看回积分榜 现在,曼城37场88分 上榜手了 领先阿仙奴2分 最后一场,但是得色球差仍然是阿仙奴1球 其实曼城也算是这样的 落后这么多球,不断追上来 哇,如果这么长时间再进一球 反过曼城就吃回了 因为进球比阿仙奴多 Anyway,现在最后一场 曼城主场就韦思涵 阿仙奴主场对爱华顿 不用说话了,两队要拿冠军都一定要赢 一定要赢 曼城赢球,不用你那边阿仙奴10比0 什么差都好 总之要拿冠军 反过来,阿仙奴要赢球之外 也要看曼城失分 才可以反hit曼城 就拿这个联储冠军 被动一点,但又不是没有机会的 看看卫斯坚能不能做到事 椰子临起一场能不能做到事 大家看看会是怎么样 那星期日我就会开曼城那一场 希望大家到时都进来看 好,今集时间到这里 喜欢这一条影片的朋友 麻烦放个like 和subscribe这一条YouTube频道 CLSS,comment,like,subscribe和share 还有在YouTube那里按个小铃铛收通知 正常来说的新节目和Live 都会出来通知大家 就follow Patrick 乐远的IG 因为逢有新节目和Live的预告 我也会在IG上出post 也会上IG story 好,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见,拜拜 我们下期节目